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呆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705集 何晨前两天拍过一次秦影帝 不过,毕竟是作品的人物 何晨还没有确定秦影帝会不会答应入镜 他不仅是公众人物 还是个出赏费十分高昂的公众人物 何晨觉得他被偷拍了 不找他删图就罢了 还要入展 取得他的同意听起来有点难度啊 不过,手机那头的人听说他有新作品 十分激动地挂了电话 还让他早点联系 何晨进房后洗了个澡 出去找秦影帝 电梯繁忙,刚从地下二层上来 又在一层停了 何晨就靠在墙边漫不经心地挡着 到达楼层,电梯门一开 里面,李雨珊还有曲子霄一拨人出来 何晨站直 目光落在了李雨珊脸上 我刚跟完新闻,这位警察就送我回来了 李雨珊解释了一波 立马跟曲子霄一线人撇清关系 看到何晨,他心情有些低落 我今天跟进了新闻 那个失联的大学生 听说是个独生女 失踪一个多月了 她单寝 父亲卖了所有的不动产 把这件事情闹大 家里还有个爷爷等着她回去 临死前想要见她一面 陈姐,你说能不能找到 何晨手微微顿了一下 笑眯眯地说 别想了 世界上可怜的人那么多 你得习惯 说完,他并不看其他人 直接进了电梯 电梯外 其他人听着何晨的话 大多数人都皱了下眉头 李雨珊也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开口 不是,陈姐,他 曲子霄也没听 只是淡淡朝宋青青开口 带你师兄去餐厅坐坐 李雨珊后面的话被吞入腹中 被电梯门之隔的电梯内 何晨脸上的笑容不变 他只是又打了个电话出去 这次是打给常宁的 老大 证据应该收到了吧 这边还没动手 这么多年 他几乎走过世界各地 明白自己改变不了这个世界 金129 是他一生中最冲动的选择 当他跟黑客Q第一次联手 找出来那十几个在国外不被关注的失联大学生 他就明白了自己以后要走的路了 虽然他一直怀疑Q就是秦燃 甚至还自己查出了证据 但是秦燃选择睁眼瞎 打死不承认 外界都知道 1295个元老 孤狼过分神秘 陈鸟过分清明 孤狼可以一个月不接一胆 脾气古怪 陈鸟可以一单分文不收 看演员 孤狼在圈子里神秘至极 立于浮云之端 高岭之花 陈鸟就是民间女神 人间富贵花 手机那头的潮宁 没想到何臣会关心后续 他们小一窝端 何臣点头 在他的预料之内 他能做得 仅此了 我过两天回国 想去看看那个陨石坑 常宁拧眉 你想查吗 这件事是S级机密 不好混进去 秦燃也动手查过 何臣轻笑 也不是很难 常宁一顿 他倒是忘了 何臣这千面间谍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两人挂断电话 何臣手动了动 想喝酒 电梯到达楼层 何臣之前问过领导 亲影帝的房间号 就在他的上一层 找准房间号 他就礼节性地按了门铃 开门的是陈宇 看到何臣 他大感惊讶 何小姐 你找亲影帝吗 说着 他还侧身给何臣让了路 秦修辰的房间 是个套房 不是节目组安排的 因为他还要经常处理生意 所以成语会单独给他 定一个套房 这才没有跟其他人 住在同一楼层 而何臣住的房间 是之前领导 给秦修辰准备的 秦修辰正靠在树桌边 伸手翻 神之语的援助 看到何臣 他抬了抬头 笑着 坐 周围有什么事吗 对秦修辰的朋友 他都是自带滤镜的 尤其是跟秦修辰 关系不一样的朋友 何臣一眼就看到 他桌子边冰箱里的 两罐啤酒 酒店的冰箱 每天都会准备酒 他房间的 早上就被他喝了 他看了两眼 便一开目光 说起来意了 秦修辰带人一向温和 这也是他在圈子里 人缘好 没有黑点的原因之一 听到何臣的询问 他语气轻松 像是午后 落座在沙滩上的闲谈 摄影作品 是在剧组的作品吗 何臣点头 可以 不过 你要征询领导同意 看何臣一直盯着他的冰箱 秦修辰就放下 了神之欲漫画 弯腰开了冰箱门 拿了一罐啤酒 扔到他手里 何臣接过啤酒 看了秦修辰一眼 他嗜酒如命 身边倒是有不少人 每次都劝他不要喝 比如 小区里的老人 还有瞿太太 所以在瞿家吃饭 他闲少喝酒 就算喝 也只是少量 管池当年还因为 他喝酒的事 跟他闹过矛盾呢 陈宇也听明白了 何臣来意了 笑着开口 这种小事 没必要还亲自来 打个招呼就行了 秦修辰在网上的图那么多 还有影迷接机拍的图 何臣说抓拍了一张 想作为作品 作为展览 真的不是什么事 尤其啊 他还跟秦染关系匪浅 当然 陈宇并不知道 何臣要用这张照片啊 拿去什么展览 要是知道 他肯定不会这么淡定的表情的 也不会知道 这件事会在微博上 席卷出怎样的风暴来 何臣拿着这罐啤酒 笑了笑 谢谢 你们有微信吗 水盐展出了 我好给你们发链接 至此 陈宇终于加到了何臣微信了 等到何臣走之后 他才小心翼翼地点开何臣微信 何臣发的朋友圈不多 但比秦染的要好 一个月也会发两个朋友圈 有时候是图 有时候是文字 也没有三天可见这种骚操作 因为沾了秦染的光啊 陈宇是加了不少大佬 能看到何臣的每条朋友圈下面 都有成木 成金 江东野 陆赵颖 这些人点赞 陈宇对何臣更是肃然起敬了 取得了秦修辰的同意 何臣就准备把那张图 细节处理好 也想要抽空看一下 神之欲的漫画 他抽了空余时间处理了细节 才发给了助理 然后给林雨珊留了个字条 就悄然出去了 何臣不见了 取紫霄一日跟剧组一起拍摄外景的时候 就发现一直没有看到何臣 他跟宋青青说话的时候 都有些心不在焉了 M周最近形势复杂 取紫霄觉得 他要是不管何臣 到时候 取太太肯定要找他 所以 他就询问了领导何臣的事 领导完全不在意 摆摆手说没事 取紫霄也旁敲侧击过 秦修辰的经纪人 经纪人更不担心 直到第四天 神之欲的剧组 拍外景的最后一天 何臣突然出现 他跟以往没什么两样 坐在领导的小马扎上 兴趣盎然地 看着秦修辰他们演戏 李雨珊跑完新闻 蹲在何臣的身边 脚边还放了一罐 未开封的啤酒 是何臣帮李雨珊 带的庆功酒 虽然李雨珊不知道庆祝什么 站在颜绵不绝的山下 看着何臣拍戏的曲子霄 陡然想起一件事来 他跟何臣的协议结婚 他从来都不过问何臣的事情 因为他不需要 在他这里有印记 现在想想 何臣也从未过问过他的事情 他正想着轰的一声 忽然间左边的山脉 吐起了蘑菇云 还有熙熙落落的枪声 这声音大部分都听到了 所有工作人员都停下了手边的事 脸色一变 秦修辰放下剑 烈日下 他神色严肃 转身对领导说 领导 先撤退 这句话让工作人员暂时稳定下来 坐在小马扎上的何臣 脸上笑意收了收 他皱眉看了眼头顶 轰隆隆 头顶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剧组的人惊恐地抬头 两辆直升机 一根绳子从上面悬了下来 一行的铁血大汗 从绳子上滑下 隔着几十米的距离 都能够感到死亡的气息 秦修辰看着这些人 认了出来 是鼓庸兵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